第1671集 荒凉 光秃秃的地平线上 红色霞光流淌 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能量 映照过来如同流血的夕阳 此情此景 如同残阳血水 血染魔土 楚风打起十二分精神 跟九号交谈 百般相劝 告诉他外面天团很多 新鲜的食谱中甚至有龙 有不死鸟 他不得不全力游说 打起精神 因为一旦失败的话 他自己就会被留在这里 沦为食物 九号坐在一块岩石上 嘴角滴血 咀嚼腿骨的声音很可怕 听起来发肾 他的发丝 如同枯黄的杂草 皮肉干枯 牙齿雪白 反出冷悠悠的锋锐光泽 染着血 眼神闭绿 盯着楚风 偶尔会咕咚一声 咽下一口口水 就这么转眼的功夫 他已经将九头鸟的大腿 给啃光了 连骨头都给嚼嘴咽下去了 典型的吃人不吐骨头 他的嘴角滴滴答答 躺下一些血液 落在几乎腐烂的衣服上 让人不寒而栗 很久很久以前 我出去过 四号也出去过 大地都被打成了 光猫而无银的世界 都要毁掉了 一片残破 突然 九号开口 瞳孔深邃 绿油油的 他发出如同梦一般的声音 竟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他出去过 他上次不是说 此生要守在这里 不会轻易出去吗 楚风心头危惊 一下子得到这种信息 着实觉得有些凌然 九号似乎提及了一段密信 一段可怕的旧事 然而 他现在不说了 像是在缅怀 陷入自己的情绪中 在微微出神 就连血白牙齿 以及嘴角上的血液 再滴落他都不知 这一刻 楚风浮想连篇 思绪万千 想到了太多的事 九号所说的四号 就是黎达的师父 史前时代 亲自交出一个 正骨硕金 无人能敌的大黑手 那着实了不得 但是 楚风一直有一种怀疑 四号 九号 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就是黎达的师父 因为 老古第一次见到九号时 激动于吓得直接跳了起来 身体都在发颤 说跟他大哥的师父一模一样 不过呢 眼前这位活师 却说自己是九号 可是 这世间真有一模一样的人吗 老古曾经亲在黎达之师身边 待过一段时间 对其很熟悉 他实在是没看出 九号与四号星体上有什么区别 而且 老古提及一段往事 黎达之师曾亲口说过 他此生不吃荤 只吃素 一旦他开始吃荤 那就是天崩地变时 世间将巨变 并且从此以后呢 他将泯灭 真如自我 六亲不认 再见他 就当是仇敌 立刻动手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老古怀疑 九号就是四号 是当年的那个大师傅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改变了习性 发生可怕的异变 这很诡异 也很恐怖 九号曾说过 像他这样的生物 先后出现过九位 楚风他们也曾猜想 这是序列生物 完全一模一样 似乎是被某位 无上生物制造出来的 当然 后来他们也曾怀疑 所谓的九个生物 一到九号 有可能 都是同一个人在蜕变 代表了九世 这就显得恐怖了 直到后来 楚风与老古觉得 随时有可能会被九号吃掉 匆忙逃离 到了那一刻 他们也不能确定 这是序列生物 还是说只是一个人 至于现在 没有老古这个 最熟悉四号的人在身边 楚风就更加无从判断 这成为了一段无头公案 当想到这里 楚风突然发问 想要趁九号走神之际 探学一些秘密 甚至想了解其根脚 究竟是否为一人 十号何时出事啊 他快速而急切地问道 十号 九号 九号错愕 的确有些出神 下意识地反问 九号 把十号 听成了十号 完美世界的主角 荒田地 对 楚风快速说道 等他回应 希望不给他过多的反应时间 不可说 不能说 是为无上大忌 九号冷力地说道 眼中绿光大盛 他彻底回过神来了 而且那种目光 那种绿油油的眼神 看得楚风发毛 都差点 要将石罐砸出去 动用轮回土与木毛 因为太危险了 九号 像是被触动了什么心弦 对楚风神色不善 雄光毕露 楚风意识到 这当中有什么秘密 他不该去惹 触动了九号的逆临 九号盯着他 绿光冒出了树尺长 撕裂虚空 如同仙剑展开永恒 太恐怖了 很长时间 他才平息下来 恢复寂静 不怎么爱说话了 楚风一阵后怕 还真不能乱说呀 同时他有点后悔 应该问的更直接一些 究竟是不是 蜕变了九世深 还是说 有人造出了他们九个 不对 听他的意思 还真有十号 楚风怀疑 可是 怎么似乎 同一到九号不太一样 他先有疑问 因为刚才九号的神情 太吓人了 来 舅师傅 我再送您一点真谣 这原本是我自己收藏的 一直没舍得吃 保证 让你满意 楚风拍马屁 取出自家的珍藏 当然 这一次他可不是乱说 而是真的有别于 那十几大车的血石 因为 这是九头鸟族的神王 赤丰的部分血肉 当日 他宴请猴子 彭万里等人 蒸煮雨 烧烤九头鸟 结果惹来了赤丰 怒法冲冠 要杀他们 当时 李九霄 神王 迷洪等人也在场 最后 他们挡住赤丰 将他重创 打得他血肉炸开部分 事后呢 楚风亲自打扫战场 一点也没浪费 将神王血与肉 都给收集了起来 准备回去炖肉吃 这种损事 让猴子等人都无言 事实上 楚风在三方战场 已经利用赤丰的神王写 写过一封信件 折腾该族 现在他发现 派上了更大的用场 用九头鸟族的部分 血肉孝敬九号 会越发显得有诚意 果然 即便是一点碎肉 可毕竟是源自 九头鸟神王 且保存得很好 如今还有活性呢 对于九号来说 滋味太鲜美了 这比刚才的那些血食 强太多了 九号频频点头 表示认可与称赞 千伯 如何 这条残腿的主人 就在外面呢 前面你要是想吃的话 跟我出去吧 楚风积极窜夺 外界 九头鸟族的神王 赤丰不知为何 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冰寒 像是整片世界 都对他满怀恶意 他机灵灵的打了个冷颤 但是一刹那而已 那种特别的悸动又消失了 他没什么感觉了 他一阵怀疑 究竟是心血来潮 有什么特殊感应 还是这天下第一名山 太恐怖了 离得过近 导致他心神不宁呢 都快口吐白沫了 想将九号给拉走 带出这片血染的古老江土 他真不知道 这片空间有多么的广袤 只知道前方是一片血色高原 再深处就不可接近了 九号不让人过去 确实味道鲜美 天团怎么样不说 刚才神团中的就不错了 你确信 他就在外面 九号问道 然后 他一探手 虚空中直接出现一个黑洞 他几次想要探进去手臂 似乎是想抓什么东西 但最后他又忍住了 不能随意破坏 第一山的虎山光木 我 难道要走出去一次吗 他一阵犹豫 听得楚风后背发寒 听他的意思是 随意的一次探手 早就黑洞 就能将外面的神王等 给抓进来 前辈 别乱出手 你不是负责守护此地吗 不能破坏一载岁月以来的平衡 你还是 亲自跟我出去一趟吧 前辈 我和你说 神团中的血石配不上你的身份 你应该吃天团才对 我跟你说 天团中的每一道血石 都长着好几双大长腿 你不是只爱吃腿吗 天团中的生物脖子以下 都是大长腿 为了能将九号给请出去 楚风也是拼了 唾沫星子四剑 信口开河 渴着劲的忽悠 九号呢 从容而冷静 虽然嘴角淌血 嘴里嚼碎骨的声音很可怕 但是他一语不发 没说什么 只在听楚风说话 直到很久以后 楚风都快绝望了 唾沫都快干涸了 九号才冷漠的开口 阳间一次又一次大轮回 万灵若韭菜被收割 曾将古宇舟打得残破 也该出去看一看了 这世道怎样了 楚风说了那么多 关于血实的话语 都根本没什么用 到头来 竟是因为这些 九号要出去一趟 看这大事 楚风一阵无言 早知道的话 废这嘴皮的盖哈呀 嗓子都快冒烟了 要着火了 九号说那些话时 相当的平淡 可是却让楚风心惊肉跳 蕴含的信息不少 大轮回一次又一次吗 此外 是一到九号曾出过手 参过战 还是只是九号自身经历过 那些可怕大事呢 不管怎样说 楚风很喜悦 很高兴 也很激动 九号答应出山 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有些画面 他已经能够预想 九号开口 准备 出山 楚风热血激倒 这次 拉上黎一达的师傅 亦或者是亲师叔 这样走出去 看哪个生物 还敢威胁于恫吓 看谁 还敢以俯视的姿态摆谱 在离开前 九号做了一件事 九号双手滑动 远方的血色高原 地震 隆隆作响 所有的迷雾 都被震散了 他不知道 从哪里取出一杆巴掌大 黑乎乎 齐面破烂的小旗 望之让人不寒而栗 魂光都要被吸附进去了 他突兀的指出 黑色小旗在半空中 开始急昼放大 迅速于天气高 轰然落在血色高原深处 景象太可怕了 大旗烈烈 他散发出滔天的能量 蘑菇云成千上万朵 无边的恐怖煞气在激荡 简直要填崩了 耸入云霄的大旗插在那里 旗面破烂 染着血 至今未干涸 哪怕隔着很远 那残破大旗 所诱发出的可怕杀意 依旧让楚风受不了 这方乾坤都要炸开了 残破大旗翻卷 厚重的大地都要被摇碎了 苍穹都要四分五裂了 乾坤都要爆开 即将大崩溃 九号出手 在禁前的虚空中 鸣刻出一个又一个特殊的符号 不断滑血 但是最终 却都落在了远处的大旗上 并且 他催动出一股害人的能量 各种阴运雾矮 再次将大旗淹没 成千上万朵巨大的蘑菇云 渐渐化开 让那里稳定下来 九号 将一些大道符号注入到大旗那里 像是在加持他 使之更强 这是在做什么呢 楚风心惊而疑惑 大旗偶尔街 再次震散迷雾 自身所有杀意与能量达到某种平衡 并没有再崩开此地 让他替我看守此地 九号开口 神色严肃 像是在摆脱那杆大旗 大旗烈烈 像是凝聚着无数的英灵 他像是有生命一般 迎风斩动 挡开各种高级能量烟霞 震散倒足物质等 这一次 他没有毁灭虚空天地 而且 这时楚风眼睛都不带眨洞的 盯着前方 看向那里真相的一角 那是 他震撼 无比的吃惊 身体都有些寒冷 这就是天下第一名山最深处的秘密吗 那残破的大旗 出力在一片深渊前 或许确切地说 那只是一道可怕的巨大缝隙 一道很平滑的缝隙 当中有些幽暗 也有些深邃 它很宽大 漂浮着无尽大陆 密布着无穷的大道碎片 更有残破而不可想象的 缭绕着时光的城池等 自然也少不了尸体 不知道什么种族 各种类都有 阳间大陆上从未见过 有的俊美的没有瑕疵 有的丑陋的让人寒毛倒数 有人形的 也有各种异形 而且 有些尸体太庞大了 毛子若是开河 如同星河横梗 另外 在那里 更有星海 有残破的战戒 有破损的钟鼎等 此外也有深海 在广袤的缝隙中 仿佛有浪涛 排击万古 有海浪声震动古今 一朵浪花 似乎便可覆盖星空 但是 若是仔细去聆听 却又是安静 于死寂的 那是什么地方 楚风震惊 他睁开了火眼金睛 仔细盯着 不想错过这里 惊天的秘密 之前有迷雾挡着 即便他有火眼金睛 也都望不穿 看不透 而现在迷雾暂时散开 是最为难得的机会 那深渊 其实是一道平滑的缝隙 像是被无上强者 生生劈开 彻底斩断和对岸的联系 而那时光城池 残破的星海 各种生物 以及战舰 与巨称等 以及神秘汪洋 都漂浮在这 巨大无边的缝隙中 全都静止不动 像是一个死寂的世界 连时间与光阴 都似乎凝固了 已然静止 缝隙中的世界 绝对的静谧 像是永远的定格 在那一瞬间 而在缝隙的对面 有一个恢弘到 不可想象的浩瀚无垠 与壮观的大阴阳图 在转动 隔绝了后方的一切 在那后方有什么 是一方大戒吗 他被隔开了 被剔开的缝隙 截短联系 可惜太模糊了 大裂缝对面的 大阴阳鱼 阻挡一切 只露出后面 模糊的一角 一切都很朦胧 根本看不清 无法探寻究竟 楚风也只是猜测 应该是一片 宏大无边 没有尽头的广袤 而可怕的世界 物碍涌动 就这样 那里有什么都看不到了 好长时间 楚风都没有说话 还在眺望呢 恨不得撕开迷雾 看个究竟 但是他知道 就是九号 将他送到血色高原 最深处 立身在内杆大骑进前 他也看不到 对岸的真相 那里有什么 不知道 究竟是怎样一个 失落的世界 不对 或许他们所在的疆土 才算是失落之地 看守对岸 有异常 楚风问道 神色凝重 看守对岸 谁能做到啊 还好断开了 我只是守在这里 看守那道缝隙 人生都灰暗了 九号平淡地说道 怎么断开的 楚风听闻后 头皮都在发麻 那里究竟怎么回事啊 都有什么啊 楚风急切地问道 九号没有理会 显然对于这里的事 他不想说 刚才他也只是祭出内感特殊的大旗 并给他加持能量而已 不然也不会有这些动作 更不会让楚风看到什么 需要看守 里面难道还有活物吗 楚风露出凝重之色 感觉这地方太邪性了 也太过于可怕 天下第一名山远超世人的想象 人们难以料想 此地竟有如此惊天之密 九号摇头否定 而且他转过身躯 看向外界方向 不要错估阳界 不要错估现实世界 这片天下是乱地 什么生物都有 什么强者都出现过 更是连着地狱 各种生物都曾降临 要戒备 我要在这里守着 九号心有莫名情绪 难得的多说了一些话 这让楚风相当的惊悍 有些事他不了解 但却知道 一定超乎想象 他们动身 向着外界而去 不过 却不是楚风进来的那个方位 原来这片光秃秃的土地上 有一条小路 像是连着外界 前辈 您多大年岁了 哪个时代生人啊 楚风套近乎 没话找话说 出乎他的预料 九号还真有所回应 谁还记得 睡一觉就是一个纪元 大个瞌睡 就已经不再使钱了 九号平静说道 楚风呢 是一阵无语 还能愉快地交谈吗 这种话语 谁会相信呢 最起码 楚风现在根本就不信 一时间 有点沉默 只能听到 他们两人的脚步声 踩在干硬 而暗红色的冰冷土地上 这里寸草不生 小路很长 也很荒凉 有几双淡淡的脚翼 像是很久以前 由钱贤留下 竟有莫名的道运 连九号都停下来 看了很久 像是在追忆一段传说 一段旧事 前辈 你说许多爵士怪物 来过阳间 有人形的 也有异形 都什么来头啊 有多么的强大 在路上 楚风又一次问道 很想从九号嘴里 讨缓出一些真相 很强 究竟达到多么高的程度 去轮回路上走上一走 见一见他们留下的痕迹 一些宏大的工程 就能了解了 当楚风听到这种话后 头皮一阵发麻 这轮回路果然有故事 有薄疑 他当年从异域 回归小阴间的大梦净土时 曾在空间节点处 看到至今都有生物在开辟 和轮回路一样的路径 再加上 他亲身所走的那条轮回路 尽头的泥胎 特殊古殿 有浑肉的终极地等 都有人为留下的痕迹 此外 轮回路上还有搏杀 当初 阳间的人追杀楚风 有天狗误入昆仑下的炼狱 接近光明死城 结果 直接被一只大手拍成灰烬 楚风想到了很多 但是 却发现越发的头大了 他小声说道 前辈还请明示 现如今这世间 都有什么恐怖的生物族群 他想知道一些真相 想了解一些秘密 感觉心中一片空白 他不是来自古老的世家 也同史前道统 没什么联系 所知甚少 那些传说中的东西 不提也罢 而在阳间 显化的 为人所知的 应该有流传才对 比如 灰色物质 黑色物质 还有那 堕落 先王族 九号随口说了两句 没怎么深入 细说下去 楚风凌然 灰色物质 他接触过 自身就被他所侵蚀 踏上轮回路后 到了泥台那里 才被清除干净 前世 他几乎被灰色物质毁掉 堕落 先王族 这听起来很邪性 先王形成族群 这就太可怕了 而其中的个体 特别强大的 会有多恐怖 很快 他想到了通天仙谱那里 顺流而下的大邪灵 传说就是先族 难道这就是 堕落先王族的生物吗 此外 老谷提及过藏仙时代 杨坚曾经同先族决战 应该也是这一族 而这些 似乎还都只是表象 只是冰山的一角 当初 离达什么层次啊 能做到天下无敌吗 楚风再次询问 为的是印证与对比 离达夜南无敌 另外还有大阴间 还有其他文明节点 崩险时过来的生物 更有阳间 明山大川中的老怪物 离达要是无匹 就不会死去 或者就不会消失了 九号达到 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楚风琢磨了很久 而后不断请教 可是九号不理会了 很沉默 没有什么应答 随后 楚风转变思路 向他询问修行之法 如何成为究极 走出最强之路 毫无疑问 九号若是肯指点 一字架之连城 可以让楚风 少走很多弯路 适合自己的路 就是最强路 这世间 都有哪些成熟的路 如何实现究极进化 怎么迅猛地走下去 楚风想看到一个大方向 没有人敢说 自己的路成熟 我们都是在路上 即便自认为成为究极生物了 或许他会发觉 还在途中 路无止境 九号开口 声音低沉 当然他也承认 或许有生物走到了尽头 只是后面的人距离太远 追赶不上 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比如传说中的那些人 举举独行的姑娘背影 楚风不自禁转头 看向血色高原深处 或许那道缝隙的对岸 有一切的答案 有那些生物 前辈 有什么要告诫我的吗 还请指点一条名路 楚风眼神火热 我指点的只是我的路 而不是你的 路有千万 需要自身 砥砺前行 楚风听到后一阵无言 他只是想参考前嫌经验 可是九号这种生物 谈的是进化观念 同他不在一个频道上 九号举例 说曾有生物 只身踏出九种纠结路 发现都不适合自身 毅然在回首 在探寻 在拓取 当楚风听到这种话语后 不禁看向九号 说的该不会就是他自己吧 若是如此的话 四号 是不是他一次失败的经历呢 当想到这些 楚风心中底气足了 带着九号出去 或许真的可以横击五疯子 也说不定 小路不是很长 抵达浓郁的光木区域 穿行过这里就能到外界 脱离第一名山内部 舅师傅 我在外面叫曹德 别喊错名字啊 楚风小声告知 而后身体琵琶作响 化身为曹德的样子 这不仅是血肉的变化 连魂光气质都变了 万发不轻 楚风赶紧跟上 他可是知道 附近的光木 可粉碎外界的一切生物 极其恐怖 难以跨越而过 从容穿越浓郁的光木区域 楚风这次有闲心打量 观察这里的一切 楚风吃惊 那里有一座坟 一座光秃秃的大坟 很寂静 可是却从坟中 蒸腾出浓郁的光辉 他很震撼 发现光木与那种光辉同源 难道说 这里的光木 就是大坟溢出的光形成的吗 九号平淡的答道 那是三号的坟 还有一座在远处 是六号的坟 忘了个去 楚风顿是目瞪口呆 简直是思绪万千 最后他都显得失魂落魄了 心不在焉 走到九号前面去了都不知道 一号到九号 这又九个人啊 他在胡思乱想 随后又认为也不见得 或许三号和六号的坟中 只是退下的老皮语残骨 也说不定 他不能确定 无精打采 像是得了离魂症 而这时 楚风沿着分开的光木 先一步走了出来 第一时间 有人看到曹德出现 瞬间行动并大叫起来 果然曹德想逃走 在第一名山内部换了一个方向 从这儿出来了 有人第一时间寄出密封 笼罩这片小天地 要禁锢曹德 不允许他逃走 其他方位 有人冷笑 听到这种呼喊声后 全都第一时间向这里赶来 曹德 你居然敢蒙骗天尊 想要介入远顿 可惜你出来的太早了 十八座断山外 都被封锁 九头鸟族 龙族等都杀来了 我猜 第一名山内部 很难长时间立足 即便他身上有古怪 有特殊的器物 也只能赶紧掏出来 有人这样推断 远处 赤丰神王赶到了 齐荣天尊等也来了 一些熟人也到了 猴子迷青等人 脸上露出忧色 楚风被这贺海声 惊得回过神来 看到成群成片的人 围拢过来 而且他立身之地 被一片光幕覆盖 被截断逃生之路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他的反应很特殊 哦 好多大长腿啊 楚风自愚 脸上的表情 是那么的荡漾 一点也不触 也没有恐慌 而是在盯着 所有人的大腿一看 这什么眼神啊 什么意思啊 他真是满脸的 荡漾之色 这表情也忒猥琐了 太古怪了 让人无语 就是猴子 彭万里 弥清这样的熟人 与自己人 都觉得真是见鬼了 许多人不解 彼此面面相去 而一些女修 更是恼怒 曹德的目光 也太直接了吧 专门盯着 人的大长腿看 当然 让一些男性进化者 受不了的是 曹德也在盯着 他们的下半截去提 眼神都有些发直 这个也太丧心病狂了吧 他这是进入 第一名山中 究竟受了什么刺激了 连老一辈人物 都不自在了 这什么嗜好啊 曹德是个变态大圣 曹德 你少装疯卖傻 你以为 想以奇言怪行 就能门混过关吗 你分明是想借路逃走 匡骗了所有人 现在原形毕露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九头鸟族那里 赤丰的一位堂弟 大声喝道 质问楚风 要为他定罪 此时 许多人都是神色不善 盯着楚风 毕竟抓了个现行 他们在这里堵住曹德 而非原来进去的地方 楚风撇了赤丰堂弟一眼 别吵吵 你一个小短腿的人 站一边去 九头鸟族 等这位神级进化者 听闻后 先是发呆 而后呢 简直暴跳如雷 恼羞成怒 太他妈气人了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遭受人身攻击也就罢了 莫名的被人嫌弃 腿短 这什么逻辑 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即便是仇敌 势不两立 也不至于拿腿说事吧 进化者不都是论战力吗 他很想诅咒 这该死的曹德 觉得自己是大胜超人一等 故意羞辱他吗 曹德 你怎么不去死 这九头鸟族 这位神级进化者怒吓 而后又冷笑 不用我动手 今天你欺瞒所有人 让天尊都动怒了 我看你还有脸活着吗 现在不自觉在我们面前 一会儿死得更惨 短腿的 没资格在这里吵扰 靠边站 出风呵斥 而且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这种事 这种场景 让其他人都看不下去了 真是太同情九头鸟族 这位神级人物了 撒破装风 你以为能蒙混过关 不作死就不会死 你现在完蛋了 没人救得了你 龙族的三头神龙 云拓开口 因为观看了片刻 他发现并没有人 跟楚风一起出来 而且那对方 也的确是在装风 故此他直接奚落 云拓 你这双大腿也还算长 不错 有前途 有味道 楚风在那里一边点头 一边点平 我去 这三头神龙 云拓一个机灵 感觉这叫一个个影啊 某些区域都起鸡皮疙瘩了 被一个男人这么宝扬 而且眼神那么暧昧 他实在是受不了 云拓修 何必同一个死人之气 昆龙开口 同位龙族 且同样与曹德有大仇 他是相当的看曹德不顺眼 满心的怨愤 恨不得立刻诛杀之 昆龙啊 将刀抱住了 千万不要再掉了 你这双腿吧 八十五公分 还算是强健有力 勉强 优良 当听到这种话语 所有人都觉得曹德 有些邪性 怎么没事 总盯着人家大腿看呢 甚至 他连猴子 逍遥等人的大腿 都没放过 扫尸过去 逐一观察 迷青妹子 你这双大长腿 九十九分 楚风评价 甚至暗中传音 让他赶紧遮蔽一下 不要显得过于修长 迷青沉默刹那 而后直接想打人了 一双水淋淋大眼 瞪得溜圆 对他杀气腾腾 龙族一群人贺问 曹德 你想怎么死 九头鸟族众人 更是复合 一致批判 曹德 你还真是丧心病狂 连天尊都敢欺骗 护送你来此 却将所有人都给耍了 神王赤风 更是冷笑连连 嘴角露出残酷的笑容 他的确 已经将曹德 看作是死人 没有什么活的希望了 甚至 他现在就想动手了 一步一步逼近 上前走去 他确信 现在撕下曹德的手臂 给予流血 伤残酷刑 都没有人会说什么了 你想做什么 楚风冷声喝道 他是自然不怕 九号就在他身后的光幕中 他都能想象 九号现在的状态 估计正在盯着 所有人的大腿 咽口水呢 自然是给予你教训 什么大声 不遵守规矩 不懂得敬畏天尊 胡言乱语 也依旧要死 先谢你一条胳膊 神王赤风喝道 满头发丝飞舞 神色眼里至极 放肆 楚风呵斥 并且点指他进行警告 在我尸门的山门前 也敢嚣张 混腻了吧 这时 李九霄 迷红上前 想要帮曹德挡住赤风 同位神王 这两大高手 可称绝顶 然而 齐荣天尊冷冷的 瞥了他们一眼 威严无比 震慑全场 羽上天尊动了 一步迈出 秩序神恋交织 他想将楚风 挡在自己的身后 先护住再说 不过 齐荣天尊足路 而且 还有那位 一直被迷雾笼罩的 神秘天尊动了 截住雨上 目光冷立 进行对峙 赤风笑了 打不上前 逼紧楚风 第1675集 九头鸟族的人 都露出冷冽 杀意 他们对曹德恨疾 无不想 出之而后快 齐荣天尊 开口了 目光冰冷 曹德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接着 他又神色一缓 你是如何进去的 里面究竟有什么 楚风反应平淡 都说了 这里是我的师门 我只是回家而已 自然想进去就进去 想出来就出来 如果天尊 想知道里面有什么 可以跟我一起进去 欢迎做客 他不卑不扛 相当的淡定 龙族一位老神王呵斥 满嘴谎话 死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着实该长嘴 齿风神王更是喝到 他伸出一只手 缓慢的轮动起来 就是要让曹德看清 然后闪他的耳光 放肆 我看谁敢动 楚风断喝 目光大盛 他已经暗中传一 请九号出来 可以享受滔铁盛宴了 有光木所足 便是天尊都看不清 里面的状况 那位被雾矮包裹的神秘天尊 冷漠开口 究竟是谁放肆 你这是在我等面前呵斥吗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他曾让身边的神王 揭露黎达一脉的传人 同五疯子一系走得很近 曹德不可能是黎达那一脉的人 楚风冷笑 没有搭理他 哪怕是天尊又如何呢 而这时神王赤锋的巴掌 真的扇过来了 但是下一刻他惊悚了 感觉像是被洪荒猛兽盯上了 他在急速倒退 浑身寒毛倒树 无声无息 楚风的身边多了一道枯瘦的身影 眼神绿油油的 头发如同枯黄的野草 很像是一举活尸 什么情况啊 所有人都懵了 直接多了一个人 而且是从第一山中走出来的 他们都没有看清 他是怎么出来的 太诡异 动作太快了 别说其他人 就是 齐荣 神秘天尊 几人都记得 都寒毛倒树 居然没有能够提前预警 这一刻 九头鸟族的那位老神王 简直是肝歹欲裂 勉如土色 他自然想到了 自己所看到过的那部 孤本首扎 李达的师父 是从这里出来的 史前大黑手的传承 就源于此 之前他说出来时 经过众人的推断 认为曹德不可能是 这一脉的人 史前关于此地的传说等 不可信 可是现在看来 他们所有人都错了 这一刻 九头鸟族的众人 都全身发寒 忍不住颤抖 赤风神王大叫 啊 因为 他发现自身 没有办法退后 身体不受控制 朝着楚风那里飞去 接着 所有人眼睛都一花 快到神王都看不清了 接着 便听到赤风的残叫声 当人们仔细凝视时 赤风鞋飞出去 坠落在地上 满地是神王血 他痛哭于惊悚的 连连爬着倒退 满脸恐惧之色 在楚风的身边 九号拎着九头鸟的大腿 在啃呢 天哪 许多人 头皮发麻 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现在确信无疑了 这是跟曹德一块出来的生灵 这天下第一山中 真有强大的道筒 有一个恐怖的门牌 现在想来 他们的怀疑 他们的举动 都显得太过梦朗了 别说圣者 神王胆寒 就是齐荣天尊等人都发毛 头皮发炸 难以相信 这史前第一名山内 居然有强的离谱的活物 而且 他这么的可怕 柳亲不认 之前呵斥楚风的那位神秘天尊 浑身雾碍 激烈涌动 情绪很不稳定 连他都毛了 各位 容我郑重的介绍一下 这是我九师傅 你们可以称他为九祖 众人听到后 心情太复杂了 这TMD 真请出一个人来 一些人心中不愤 比如一些老神王 还有天尊 皆在富匪 你叫他九师傅 却让我们喊他九祖 然而 他们一时的不愤情绪 又刹那被压了下去 没人愿叫板 于挑战这个很诡异的生物 就这么片刻间 赤峰的大腿已经快被啃完了 连骨头都被嚼碎咽下去了 楚风开口 九师傅 别光顾着啃鸡腿 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其他人 就这么一个眼神而已 便让龙族的进化者 吓得身体发软 该死的曹德 该不会要介绍他们吧 这是要坑死人的 龙族胆寒 事实上 九头鸟族心中也怨恨无比 说赤峰的大腿是鸡腿 这是在哲乳他们全族 但是现在他们敢怒不敢言 猴子 弥青 李九霄 鸡彩轩等人都无语 目瞪口呆 很难想象 曹德 真是从第一名山中 学成走出来的生物 可查一声 当九号将赤峰大腿的最后一块给啃碎咽下去后 眼神绿油油的扫视在场所有人 天团呐 这是他当众第一次开口 因为没看到几个天极生物 楚风咳嗽了一声 九师傅 别急 我来为你介绍 这些是龙族的朋友 龙族的一群人心中骂娘 怕什么来什么 还真这样介绍他们了 当九号绿油油的眼神扫过时 三头神龙晕妥 双腿都软了 都快站不住了 一群老者更是颤力不已 然后 最后九号的绿色目光 居然落在那位被物矮包裹的天尊身上 嗖的一声 他消失了 一声闷哼 自那物矮中发出 等九号回来后 再次出现在楚风身边时 他的手中已经多了一条腿 一条硕大的龙腿 然后 他就当众啃咬起来 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 那位被物矮笼罩的神秘天尊 竟然来自龙族 所有人都震撼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以为天尊呢 被人瞬间扯断一条大腿 血淋淋的当众啃食 龙族的天尊自己也蒙了 只剩下一条毒腿 保持人形 站在那里 剧痛无比 他脸色苍白 像是活见鬼一样盯着九号 嘴唇都在发抖 楚风开口 我九师傅别的都好 就是有点护短 然后他又咳嗽一声 各位啊 安静 在这里 请允许我郑重介绍一下 我九师傅 与你们认识 我操 这一刻 别说其他人 就是奇荣 老六尔 弥猴 浩元等 天尊都毛了 口吐脏话 至于各族人马 就更不用说了 求别介绍 介绍谁 谁就会被啃大腿 许多人 都几乎要惊悚大叫 这谁受得了 介绍谁 谁的长腿就不保了 所有人都头皮冒凉气 从来没这么惶恐过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近在眼前 看上谁谁的腿就要被啃 没看到活石绿油油的眸光 太瘆人了 尤其是 他现在拎着银龙族天尊的腿 正满嘴是血 啃得有滋有味 让许多进化者吓得小腿肚子直转筋 舅师傅 我为了表示症状 得重新介绍一下龙族 因为他们的族群细分的话比较多 您看 这是十二亿银龙 血统高贵 在龙族中数量极为稀少 现场 包括两位银龙王在内 都恨不得干掉曹德 让他闭嘴 没看那活石正在吃天尊级龙肉吗 他们胆寒 龙族已经如此奉献 还不放过 十二亿银龙族全都脸色煞白 恨死处风 同时 他们义愤填膺 越发觉得 果然是人生中缺什么 名字中就补什么 这该死的得子本啊 肉质太糙 并不鲜美 九号开口 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竟做出这样的点评 人们先是发呆 而后在惊悚的氛围中 又露出异色 活石 这是在评价手中的龙腿 那可是属于天尊的 来自十二亿银龙的老祖 附近 十二亿银龙族的进化者 听到这种评价后 真不知道是该释然 还是该愤然 既然老祖的肉质被这么评价 那么他们的危机 暂时解除了吗 可是 怎么如此的让人想哭呢 绝对结实 有嚼劲 三头神龙云吐 听到这种话语后 眼前发黑 几乎要昏厥过去 他从头梁到脚 虽然为神机强者 可是在那位活石面前 根本不算什么 云吐很想说 这是残酷的打击报复 曹德忒不是东西 此刻 他看到了楚风无情的目光 楚风对他自然是恶感十足 这条龙对他敌意太浓烈了 数次都要加害他 云吐是嗷嗷惨叫 再无觉间 他发现自己站不住了 当低头看时 发现一条腿不见了 龙血已经染红了地面 在场的老神王 都几乎没有看清九号的动作 比闪电还快 他已经回到原位 正在啃云吐的大腿呢 瞬间云吐有一次惨叫 跌倒在地上 因为另一只腿也消失了 血淋淋的 他惊悚哀嚎 爬向远处 他跟赤峰到了一起 如同抱团取暖 都背靠在青石上 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 显然 九号觉得他的腿肉 比天尊级的鲜嫩 肉质不粗糙 所以又吃了一条 这一幕 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从来就没有见到过 这么可怕的对手 一言不合就啃你大腿 谁受得了啊 此时 别说对手与敌人 就是猴子 李九霄等人都发毛了 这位爷太可怕了 让人不寒而栗啊 这是什么道统 园子史前的哪个 纠集大叫 如今又出事了 这天下风云注定要激荡起来 愈发的乱了 所有人都一致觉得 这一脉真的非常护短 这个活尸明显是在为曹德出头 所以曹德指向谁 他就吃谁 然而呢 只有楚风自己明白 在九号的世界 没什么护短的说法 有的只是嫌腿短 肉质好不好 舅师傅 这是昆龙 在昆朝中长大的龙 可谓是英姿勃发 正是黄金年龄段 少年而升级蓬勃时 楚风再次介绍 一脸正色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在为九号 介绍一位天纵奇才 一位罕见的少年英雄 昆龙一下子就头大了 而后肺更是要炸了 有些悚然 也无比愤懑 可谓是蹊跷生烟 想杀楚风 很可惜 他很快就同赤锋 与云拓作伴去了 瞬息间 他的左右腿 先后都被人拎在手中 楚风叹道 五腿组合中又多了一名成员 估计坐轮椅在一起 都能打牌了 可是 听在众人耳中 这些话一点也不好笑 现场气氛太紧张了 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这也太吓人了 谁能不害怕呀 舅师傅 怎么样 龙族种类不少 血统都很高贵 您觉得如何 龙族颤立 陷入被曹大魔王的介绍 所支配的恐惧当中 这一刻 龙大羽毛骨悚然 当看到九号过来时 再看到楚风也望过来时 他几乎泪崩 奸且要尿崩 自己人 别误会啊 咱们都是一气的 我跟曹德是兄弟 他不顾一切的寒起来 因为 他知道九号的速度太快了 既然盯上他 若是慢上半拍的话 多半两条腿就没了 而且 他的双腿在以肉眼可看到的速度 不断缩短 这一看的一群人都无语了 之前 怪龙没敢妄动 因为他知道任何小动作都逃不过九号的法眼 可是现在急了临时付诸行动 我腿短 他很不要脸的喊道 停下吧 腿都要缩没了也太夸张了 你不是不愿意待在我身边吗 一直想报复 与干掉我 这种笑容虽然灿烂 但是看在龙大鱼的眼中 简直是恶魔的猙獰之小 宛若看到一张血盆大口已经张开 德哥 你是我亲哥 亲大哥呀 龙大鱼火烧屁股一样 汗珠子都要滚下来了 一蹦老高 冲了过去 抱住楚风的一条手臂 几乎挂在他身上 咱们同为四大美人的成员是一家人 多哥 现在不能开玩笑 会出人命的 拐龙几乎要痛哭流涕了 最后他更是发血士 无论以前有多么大的误会 背负了多少黑锅 他都不报复 以后依旧是好兄弟 拐龙态度极其诚恳 背最强的黑锅 我就当是红尘烈心了 楚风拍了拍他的肩头 愉快的答应了 跟他热络交谈 就这么片刻间 九号已经转移目光 盯上了其他目标 这让楚风吓了一大跳 九号又盯上了天团 九师傅 手下留情啊 他叫道 与此同时 老六二弥猴一蹦老高 想要撕裂虚空 全力以赴的反抗 就此顿走 可是 到头来一只干枯的手掌 还是贴在他屁股上 要将一只大腿给卸下来 这一刻 老六二弥猴真是毛了 强大如他 居然都没有躲避过去 他不接儿的一声 震碎空间 真让他彻底喊出来 附近其他层次的进化者 也肯定要爆开 化成血泥 九号发出微弱的光 覆盖了他 禁锢强绝的老六二弥猴 没有让他的能量爆发开来 前辈 自己人呢 手下留情 我那后人乖孙女 弥青 欲令图使 道理关系 老猴子不要节操了 临阵攀交情 现在 他再黑心也没用 发现 还得从楚风那里入手 将他后代弥青给推出来 之前 他可是不会同意的 因为 他早就为弥青 寻到了一位 天赋绝世的良陪 而且 来头大到惊天 眼下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觉得 还是先保住一双 满是金毛的大腿再说 所有人都无语 其容天尊 雨上都露出异色 猴子无脸 感觉自己的老祖宗 太没节操了 以前可是死不答应 这门亲似的 现在却这么的主动 弥青轻力脱俗 脸瞬间就红了 真想堵住自家老祖的嘴 平日的危言与霸道呢 最终 老六二弥猴 有种接吼余声的感觉 他的双腿还在 不过屁股那里 金色毛发少了一大片 留下一个掌印 九号退后 离开其立身之地 嗷的一声 时隔也不知道几十万年 老六二弥猴 又如同当年身体机能强大时一样 怼天长嚎 发泄心中的紧张 刚才太凶险了 他几乎被人吃掉大腿 经此变故 楚风赶紧将李九霄 猴子 弥青 逍遥 鱼尚等都给挡在了身后 真怕出事 九师傅 这些人都是朋友 我运进第一名山的十几大车血时 都是他们送的 回头 他们还要送呢 听到楚风这种话 这些人都赶忙点头 嗯嗯嗯 说是 姬彩轩这种天仙子般的人物 来自阳间前五大强族中的绝带利人 此刻都在发毛 一双大长腿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短 他在进行自我保护 这种景象 看得楚风都无语了 看得李九霄眼睛都直了 天团不过如此 还不如神团呢 肉质太老 算了 九号开口 放弃了那几人 舅师傅 话不能这么说啊 这也要分种族 没听说过吗 九是沉的下 一叉呢 九号又盯上了齐荣与浩元 曹小悠 我为你准备了秘境之石 回去后 要助你夺得草华物质 齐荣面皮抽动 在那开口 他的一双大腿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还真怕楚风重点介绍他 寒毛是速速倒数 楚风想了想 舅师傅 我是说九头鸟族 这一族年份越足的血肉越香浓 该做一位老祖 可谓天团中的真品 回头 我帮你介绍 让你们相互认识啊 九头鸟族全都在暗中诅咒 见鬼的相互认识啊 这该死的曹德 要谋害他们的老祖 谁能去送信呢 赶紧让老祖避祸 可惜 没人能离开这里 一群人 这是惯犯 当初就这么做过 此时 赤丰的堂弟 那两个总是针对楚风的神级进化者 也都失去了双腿了 成为五腿组合中的成员 另外 该组的另一位神王也是脸色煞白 就此断腿 九号开口 去那片战场吧 擦净嘴角的血 让所有人都尝出了一口气 剩余的人应该躲过了一劫 不过 现在仔细看去 除了楚风外 所有人都变矮了 因为双腿都缩短了 这是有意为之 包括姬彩轩 弥青 岛族的绝代女神王萧诗玥 这种绝世令人都不顾形象 全都将自己变成了小短腿 有长有白的腿 接不见了 这让楚风看得是一阵无语 此刻 三方战场上 北方有消息传来 震动了整片大营 包 北方血气滔天 气吞大舟 有莫名神物觉醒 一次五疯子一气的 不是强者要南下 有人禀报 这是通过场域传送祭坛 发过来的最新消息 第一时间 传达到战场高层的耳中 包 北方血气压盖世间 有绝世枪者复苏 并且有人已经动身 南下三方战场 一条又一条最新消息传来 曹德呢 不是说一个时辰就回来吗 如今在哪 雍州阵营中 有人喝道 快去将他们寻来 有几位天尊跟随 料想不会出什么意外 带曹德回来 九头鸟族的老祖说道 五疯子一溪南下 震动三方战场 第一名山外 许多人都有 劫后余生之感 尝出了一口气 总算没有被 啃噬掉双腿 当然 昆龙神王赤丰 神级进化者 云拓这些人除外 心情糟糕透顶 同时阵阵后怕 唯一庆幸的是 性命保住了 不过 让赤丰眼前发黑的是 他尝试血肉再生 重塑断腿 可是根本没有用 断了就是断了 长不出来 昆龙也就罢了 即便是圣者 可是在阳间 都飞离不了地面 自然没有断肢再生的能力 除非用稀有打药 可是 赤丰是一位神王 他足够强大 而眼下 竟无能为力 这简直让他惊骇 随后他万念俱灰 差点昏厥过去 难道 他的后半生 都要坐在轮椅上了吗 这样的画面 简直不可想象 实在是让他害怕 他是神王 居然长不出双腿 事实上 此时别说是他 便是十二亿银龙族的老祖 真正的龙族天尊 此刻的脸也绿了 他还剩下一条腿 独腿立在地上 努力再想速断腿 可是呢 也失败了 堂堂天尊 辟逆天下 居然要成为 瘸腿天龙 不 是瘸腿天龙 这一刻 银龙族的老祖 那可真是眼前冒金星 要晕过去了 他这么多年的威名 要崩塌了吗 他自成为天尊以来 他震慑各族许多万年 临到晚年 他居然肢体不保 要成为一头残废龙 昆龙 云陀 尺丰几人 看到银龙老祖都如此 顿时感觉 天塌地现般 他们还年轻 人生还很漫长呢 以后都要坐轮椅上了 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强者 到了一定的境界 都能断肢再生 坐着轮椅出行 这是要被人笑话一辈子吗 此时他们都知道了 九号太强 留下的伤口虽然不痛了 但是有莫名的道运残存 影响机体再生 银龙天尊都攻克不了了 让另外几人都绝望了 估计是没救了 此时 楚风较为神色凝重 立身在九号的狱中 近在咫尺 正在跟他谈论 三方战场上的一些事 因为他提到了五疯子 这事不能瞒九号 他也不知道九号 能否挡住那个武道狂人 毕竟 五疯子太恐怖了 气吞天下 镇骨朔金 简直已经成长为阳间一座 高不可攀的大山 是进化领域绕不过去的 一面封碑 矗立在那里 可撼动古今 在九号的狱中万法不亲 即便周围的人近在咫尺 也看不清两人一片模糊 更听不到他们的交谈声 五疯子 听着很耳熟啊 像是个棘手生物 九号自语 毫无疑问 他的状态是好是坏 有时候对过去的事 记得很透彻 大事件不含糊 有时候又常诗神 嗯 我想起来了 上一次你说有种风魔 成群成窝 幼年的叫太武 青壮的叫魔武 年老的叫五疯子 味道鲜美 九号 记起上次楚风 与老谷忽悠他的话语 楚风的脸色顿时绿了 当初说那些话时 他可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九号直接给他施展了血骤 让他将来最起码 也要抓一只风魔幼崽 太武 将这样的血石 送到第一山中 不然解除不了血骤 那一次 楚风是典型的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他不知道九号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九号说道 无妨去那片战场看一看 最后他又露出异色 双目绿光悠悠 打亮楚风 又看向身后的第一名山 我若是离开 此地无人照应也不好 要不 你进第一名山中 去替我看守那片血色高原 深处的裂缝 楚风听闻后 顿时发呆 什么情况啊 他要被留下来 和他预想的不一样 你这身体 在此层次虽有缺陷 不够坚韧强大 但也马马虎虎 还可重俗 借我一用 楚风文言 着实心惊 他是大圣 号称神话生物 结果在九号眼中 却有不足 居然还有些缺陷 尤其是对方 不是以高层次的眼光俯视 而只是谈论他现有的境界 在圣者领域中 还称不上圆满 楚风有些不服气 他自认为走最强路 已经很超然 最起码 他屠掉过其他大圣 战绩极其辉煌 我占据你的身体 这一事 替你行走在人间 将这具有瑕疵的身体 修行到圆满 你看如何 九号问道 他相当的平淡 像是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 而且他又补充 你的魂光 可以进入我的躯体 看守血色高远 楚风听闻这些话后 那可真是心都凉了 从头到脚冒寒气 说了半天 这九号是要 夺赦呀 取他而代之 说的好听 这一事替他行走在人间 这不就是换了一个人吗 简直太恐怖了 要将他幽禁于第一山内 楚风寒毛倒数 向后倒退 可是身在对方的狱中 能退到哪去呢 他被禁锢了 很难想象 九号竟要替换他出现在 人间时的场面 去跟他的亲朋固友 以及红颜知己互动 那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即便九号入住他的躯体后 有朝一日杀到天下无敌 又能如何 那已经不是他自己 为什么 情况怎么会突变 竟到了这一步 楚风的心绪不能平静 几句实践 楚风极力劝阻 真要发生那种事 他还不如死掉算了 我想试一试 从头开始 九号平静的开口 你不用担心什么 这具身体 如果有了后人 也算是你的后代 基因属性不变 楚风听到后 脸当时就绿了 九号的思维和常人不一样 让人惊悚 也让人觉得较为可不 一些所谓的气韵之子 意外死去后 在另一届出现 届时还魂 确实很可悲 此后所诞生的血脉 还能算他自己的子嗣吗 九号说道 一本正经 楚风觉得 再可悲也没他可悲啊 打死他也不想被人取而代之 徒流肉身去行走于人间 去诞生所谓自己的后代 前辈 别说了 我宁愿自杀 死个干净算了 楚风说道 他暗中准备 即轮回屠于小木毛 突袭进攻 可是 他心中无敌 因为九号深不可测 若是一到九号 都是同一个人 在岁月变迁中 不断蜕变 完善己身 那么 估计世间 没几人可杀他 毕竟 一而再的进化 不断优化自身 天知道 九世身 强到了什么层次 此刻 楚风苦大仇身 想鱼死亡破 不过 最后关头 他又改变了主意 忽然露出异色 好吧 我想通了 可以换身体 为什么改变心意啊 人生 不过是一种体验 活得精彩就是了 我所追求的是进化 是对未知的探索 我想入住前辈的身体 手持血色高原上内杆大旗 进那平淮的巨大缝隙中 去看一看 试试 能不能游到对岸 奋力折腾一番 九号面皮抽动 好长时间无言 最后才说道 你与那黎达的心 都黑了 什么状况啊 楚风一阵 当年黎达将四号骗出山时 也曾遭遇这一局面 四号要取而代之 替他行走在人间 黎达直击欢天喜地 吵着嚷着催促着 赶紧换身体 他好去大裂缝对岸 探索人生的真谛 楚风一阵无语 他也是被逼急了 故意的威胁与动吓 准备豁出去了 想不到那黎达 本能就做出这种反应 不愧是事前的大黑手 然后楚风回过神来了 九号 这只是在重复某件旧事 而非真正要夺舍 是在进行某种考验 他很想说 我去你个大爷 有这么办事的吗 也太吓人了 九号这种生物 平日死气沉沉 眼神绿油油的 盯着活着的生物 就咽口水 无比的严肃于可怕 谁相信 他会突然搭错一根筋 忽然这么折腾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 你应多沉思 很多年后 万一遇到类似的抉择 你要慎重取舍 九号忽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何意啊 楚风立刻严肃起来 九号这是什么意思 在告诫与暗示他什么 离开此地很多年后 李大站在某一十字路口 曾做出选择 所以他就此消失了 楚风寒毛倒数 九号居然不是随便说说 当中似乎涉及到 史前大黑手死去 或消失的惊天之秘 李大去了哪儿啊 可惜九号没有多说 也不再说了 只是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为何 楚风起了一身冰寒的鸡皮疙瘩 当强大到李大那种层次后 还会遇到古怪的命运 十字路口不成吗 他听老谷说过 当初李大要征法大阴间 结果突然死去 从此阳间不可见 这其中另有隐情 连老谷都不知 肉身重要吗 九号最后问了楚风一句 重要与魂同在 楚风很严肃 也很认真地达到 九号点了点头 收敛自身的玉 望向三方战场 走吧 他开口 唬咙一声 一道刺目的荧光 自他脚下绽放 而后直达天际尽头 所有人都吃惊地发现 他们已经立身在上 包括天尊也都如此 开始横渡长空 临近三方战场 此时 五疯子一系 有人已经降临在 雍州阵营 高高在上 曹德何在 其音冷漠 震动整片大营 他在质问雍州阵营的人 姿态很高 像是超然在红尘上 俯害人间 五疯子一系的人难想 有人到了三方战场 一指气势高傲无比 雍州阵营 最珍贵的神茶等都端了上来 有强者作陪 好言好语的招待 不过 南下的人姿态实在太高了 指明典型 让曹德速来觐见 当真是藐视 高坐在上不屑多语 还不让他滚过来 到了最后 南下者很不耐烦 直接这样催促 当真是强势到一定的地步 不将此地进化者 以及不将曹德 看在眼中 此时 天际尽头 一斗荧光铺盏 宏大而神圣 他像是 可以横管古宇宙 似能跨过轮回 滚穿生死 直达彼岸 荧光铺底 山河倒转 星斗一味 连那时光都像是静止了 为他而停住 九号架起荧光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所有人都站在荧光上随之而动 第一时间就抵达广袤的三方战场外 前方 大地无银 偷发着古老而沧桑的气息 一缕缕莫名的雾碍 争腾而起 这是一片自古长存的战场 与天地共存 杨坚利的大战 很多都是在这里展开 有些区域寸草不生 化作血色平原 有些区域尸骨无数 各族类都有 有些地方分布着星骸 都是当年的强者决战时展落的 还有些地方战舰成片 如同钢铁丛林 全都毁掉了 在特殊的地势中 这种可击穿星空的战舰 都不能安全升空 九号驻足 停在荧光中 没有在前进 而是在俯视 整片宏大的古战场 他所关注的 自然不是地表上这些 而是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比如秘境 比如天下第一名山的残块等 昔日 由至高山峰拔地而起 轰撞进第四禁地 使之化成废墟 成为荒凉的遗迹 不然的话 后世人谁敢来这里决战 谁能踏足此地 当年这是阳间 凶名赫赫的凶土 这里的生物 曾号令阳间 霸放来朝 九号双眼绿油油的 盯着这片战场深处 那些区域地势特殊 至今依旧为恶徒 连天尊都不敢轻易接近 有老不死活着 九号自语 他像是能看穿虚空 贯穿秘境 腐害史前进土中的真相 这种话语 让许多人不寒而栗 战场深处 那些古怪之地 还有活物 还有很古老的生灵棋局 这绝对是天大的事件 当年 这里是第四禁地 曾俯视人间 外界谁敢不低头 此地曾称霸无数岁月 谁都以为这里彻底覆灭了 曾经的天下第四禁地内 生物死绝 怎能料到 九号来到这里后 竟生出这种感应 第1679集 九号给人的感觉 是凶残的 手段血淋漓 说啃人大腿 那就直接付诸行动 绝不含糊 在一群人眼中 他是一个嗜血的大魔王 无比刻板 绝对不好说话 可是现在呢 他突然开口 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了 嗯 他出不来 活该 他盯着战场深处 绿油油的目光 像是贯穿了一切物质 不能阻挡 这也让人非常的诧异 他居然是这种表情 像是在什么呢 幸灾乐祸 这分明是一个活尸 一个无比古老的存在 现在居然有点俏皮的味道 让人无言 当然 一群无腿人是绝对体会不到他现在的活跃性 只会觉得这恐怖的生灵在咧着血盆大口挑衅呢 哄的一声 突然战场深处 像是有一个庞然大雾苏醒了 一下子蒸腾起特殊的赤光 像是要摇动下 漫天星辰 所有人都如坠边哭 毛骨悚然 包括齐荣几人在内都觉得自身要炸开了 内心充满无尽的恐惧 隐约间 人们仿佛看到 有一个可怕的生物巨大无边 被困在战场深处的秘境中 正睁开一双金色的毛子 要撕裂整片阳间 恍惚间 人们看到太阳在坠落 月亮在炸开 其他星斗也在焚烧 而后速速坠落 那双金色的毛子则巨大无边 那坠落的太阳 那焚烧的星斗 从他毛子前滑落时 仿佛只是蚊虫 很小 很卑微 他的血气伴着金光染着赤色 仿佛熊熊烈焰 焚烧三十三重天 淹没了天上地下 覆盖一切山河与星空 只有一双毛子在血气中可见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不能看到他的真容 不知道他是猛兽 还是一个人 一时间 所有人都要窒息 便是秦戎 十二亿银龙老祖都害得要软倒在地上 要臣服下去 要顶礼膜拜 他们简直难以相信 这世间竟有这么强大的生灵 有这么可怕的生物 隔着时空 隔着古老的秘境 就能让他们胆寒 灵魂瑟瑟发抖 要叩手下去 这到底是什么层次的进化者 此刻他们的内心是颤立的 肉身在颤动 连嘴唇都在哆嗦 牙齿大颤 被那股气息拍击过来时 自身感觉渺小如同尘埃 微弱如同蝼蚁 太脆弱于卑微了 那是什么呀 人们想大喊 想要大叫出来 觉得精神都要崩溃了 九号轻斥了一声 一瞬间 那个恐怖的生物消失 那巨大而无边的 染血的金色毛子不见了 刚才的一切仿佛是幻境 烟消云散 像是从来没有那种生物浮现 祖师傅 那是什么呀 楚风问道 他还算好的 关键时刻 他穿上以轮回土炼制的甲胄 自然不动如山 很平静地渡了过来 其他人 有许多都倒在地上 脸色苍白 没事 一个怪物而已 他出不来 刚才也只是通过我的目光 传递来 思思恼怒之意而已 这就让人 更加震惊了 这都能行 透过九号的目光 传递过来的是 一丝情绪波动 就几乎让所有人找到 连奇荣天尊都受不了 那个生物得多么的可怕 这就是 齐居在第四禁地中的生物吗 它们还没有真正灭绝 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要是能复雨翻云 早就出来了 还会哭作吗 他动不了 九号再次幸灾乐祸 舅师傅 这地方是你打沉的吗 楚风问道 有太多的疑问 他在第一时间请教 当年天下第一名山 怎么会拔地而起 其中一座大山 竟轰装进这里 此中有什么恩怨 不是我 九号摇头否定了 这让楚风惊疑 在他看来 这一定是天下第一名山中的 生物出手火拼导致的 其他人也吃惊 跟眼前的活尸无关 出手的另有其人 比我厉害 九号坦然说道 这让楚风发呆 一时间瑕疵万千 其他人则震撼 比这个活尸还厉害 到底是何种生灵 简直深不可测 我觉得 前辈一身修为镇骨朔金 天下没有几人可比肩 龙大鱼第一时间拍马屁 浑然不见外 将自己视为同系人 我真的不强 走了不少错路 数次都将卖出去的脚收回来 目前实力有限 九号平淡说着 被吃掉一条腿的 银龙天尊脸色木然 那简直是生无可恋 九号都如此凶残了 却还在说实力不济 这让缺腿的他 清何以堪呢 齐荣 浩元 则闭着嘴 一言不发 我走了不少错路 其实 我如果没有从错路上倒退回来 反倒很强 可我收回了双脚 不在前沿领域中 就真的一般了 九号说道 真不知道该说他谦逊 还是该说他耿直 楚风皱眉 这个状态的九号 万一正跟楚风子遇上了 被击杀了 怎么办呢 若是他在全胜状态 还让人放心一些 毕竟 五疯子可不是旁人 太恐怖了 横推阳间 含有敌手 尤其是在史前的一些生物 彻底死后 他就更加的高不可攀 宛若 盘坐在三十三重天之上 俯视各族 岁月在流逝 时代在更迭 一代又一代强者被替换 老的老死的死 有人推测 吴疯子已经真正的寂寞无敌 甚至 他当年所归隐的北方某地 已经被称之为阳间的又一处禁地 此刻 九号脚下的荧光早已内敛 他们驻足这里 眺望战场有一段时间了 走吧 进去看一看 九号迈步 荡先向雍州阵营那里走去 楚风跟在他的身边 其他人很想立刻散开 远离这个生物 但是最终都没有赶 也跟着一起前进 嗯 这是你们的主场 你们 投钱带路吧 九号说道 让齐荣 浩元等走在前面去 他则落在队伍的中间 此刻 最为着急的 当属九头鸟一族 那可真是忧虑 还焦躁不已 恨不得 立刻去送信 去禀报自家老祖 吃大腿的来了 赶紧跑 可惜呢 他们不敢妄动 更不敢暗中传音 在九号这种生物面前 一切小动作都遮掩不住 见过天尊 雍州阵营的进化者 见到齐荣 老六尔 弥猴等人回来后 都颤立 许多人慌忙见礼 此外 还有人赶紧去禀告高层 让九头鸟族 老祖等人放心 曹德顺利被带回来了 不过人们也觉得很奇怪 为何这群人的身高 似乎都变矮了 这也是错觉吗 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是 姬彩轩仙子 弥青 萧诗运女神王 怎么如此怪异呢 他们雪白的大长腿呢 为何几位绝世力人 都矮了一两头 太那么诡异了 五腿人士还没被人发觉 因为 他们不想被人看到自己这么惨 都以长衣遮挡 被人背着 至于独腿天尊 银龙老祖 自己还在坚强走路呢 终于回来了 九头鸟老祖得到禀告后 第一时间从一座 混沌器缭绕的大帐中走出 向这边而来 老祖 快逃 这是九头鸟族所有人的心声 真想大声的呐喊 对他发出警报 但是 没有人 敢这么做呀 你师门的人 是否来了 九头鸟族的老祖笑呵呵的 可是 眼底深处 却是无尽的冷漠与无情 他很强 神觉敏锐 理应能感应到一切 可是 九号坐镇这里 自然能掩饰掉 一切的异常现象 九头鸟族的老祖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不妥 老祖 就不要说了 沉默是今哪 九头鸟族的那些人在祈祷 希望老祖千万不要多说话了 神王赤锋 更是情绪波动剧烈 脸色苍白 他这种异常 绝对能传递出消息 可是 九号屹立于此 一切都变得波澜不惊 平淡而正常 怎么不说话呀 曹德 看来 你没有请来你师门的人 我很同情你 他都没有看到多了一个人 九号 这就显得有些可怕了 让赤锋等人恐惧 老祖 你要坚强啊 这一刻 九头鸟族 众人心中都这么寒着 因为他们觉得 老祖这双腿肯定保不住了 以后需要坚强一些 九头鸟族的老祖 终究不是凡人 法力深厚 道横高深 这一刻 这一刻 他终于感觉到 思思的异常 我说的话不对吗 欲上到凶 你该不会是要 庇护曹德到底吧 可是北方来人了 不太好交代啊 你要与他们为敌吗 九头鸟族的老祖 露出极许虚假的笑 就在这时 连营中的某座大帐内 爆发出滔天金光 大帐暴碎并传来贺声 曹德 滚过来接法旨 忠心地的一处大帐爆开 金光冲销 五疯子戏的人 那是真的不给面子 就这么毁掉一座黄金大帐 大步走出 他身材很高 强健有力 一头褐色长发披散 古铜色的肌体非常结实 只裸着一条手臂 上面明刻山川途 此人看起来很年轻 英式狼骨 浑然没有将雍州连营中的进化者 看在眼中 立身在那里 目光冰冷 像是电芒划过虚空 曹德 过来吧 他开口 声音很有力 震耳欲聋 啃腔如同一口瞳中 再发出颤音 这还是他发现有天尊在此 还是收敛了一些 没有太过霸道 即便如此 这种飞扬的姿态 这种高人一等的气势 也还是让人体会到了 五疯子一系的强势 面对天尊时 居然都没有去见礼 雍州阵营 雍州阵营 许多人都猝眉 尤其是随九号回来的 浩元天尊 目光冷静 五疯子一系 竟如此呼喝 将此地当什么了 这是他师祖 雍州霸主的地盘 五疯子再强 他雍州也不至于低头 当时的三大霸主 应该不弱于五疯子 此时 楚风没有搭理他 就静静地看着他装十三 看他接下来还会怎样 别应重 许多人脸色都不好看 尤其是不久前 负责接待这位使者的 几位神王 全都很憋屈 心犹豫气 自北方南下而来的使者 只是一个神级生物 雍州阵营的天尊 顾及身份 没有亲自照灭 这就苦了一些民宿了 虽然为老牌强者 顶尖神王 但是却要对一个神级进化者 好言好语 实在是难受 而这位神级使者 还不怎么搭理他们 非常骑傲 有些看不起人 态度相当的冷漠 言语很冲 有两位老神王 很想拎住他的衣领子 问一问他 你究竟能有多强 有多了不起 敢这样蔑视神王 事实上 武风这一戏 的确很强 神伐神王这种事 曾经真实发生过 这一戏的人 一想自信 曹德何在 你没听到吗 耳朵聋了吗 灵异 面色冷淡 眼神灵力 他已经两次贺问 对方居然 都没有任何回应 这是害怕 要逃走吗 九头鸟族的老祖身边 一位神王开口 想借此彻底 送上 曹德的性命 跟着呵斥 曹德 逝者问你话呢 还不快过来 没有一点规矩 快来见礼 这时 神王赤锋等一群 了解内情的 九头鸟 都想骂娘 想干掉这个同族人 你这不是 没事招灾吗 你们都谁啊 一个个装大一巴了 上瘾是吧 楚风终于开口了 被人来回点名 这样斥责 他不想干听着了 来自北方 五疯子一戏的使者 灵异 森然说道 就是你 杀了历尘天 还敢对五祖不敬 他盯上了楚风 眼神冷酷 已经将他 看成了一个死人 不过现在还不能杀 二族有令 要活擒回去 不过 从心底来说 他还是有些精益的 他知道历尘天 练的是七死身 而且应该是练到 第五转了 非常强 结果依旧败了 被人击杀 楚风开口自报姓名 小爷 曹达 竟是这名字 灵异瞳孔收缩 这是故意的吧 他所了解到的是曹德 怎么变成了曹达了 一刹那 他眸子阴寒 对方这是在 有意羞辱教终祖师吗 因为 当年五疯子唯一的败机 就是被黎达下黑手 八百多回合后 被打了个头破血流 不得不断走 同黎达激战那么长时间 最后还能离开 也是特别罕见 要知道 当年黎达连禁区都敢下黑手 点一把火 给悄然烧着大半 强人胆大包天 什么都敢做 当然 这对五疯子来说 确实奇耻大辱 他一生不败 乃是神话中的 最强神话之一 他很不服气 他认为 自身败给了黎达的庙述 其实 他自身无惧黎达 自此前行 出没在明山大川中 寻找失传的几种无敌术 最后 真的被他寻到了 比如 完整版的时光术 号称史上前三甲的无上妙术 这可不是历尘天所施展的 初级阶段的战前秋 而是压概古今 深奥无敌 可惜 当五疯子再想去找黎达时 对手已经死了 从阳间消失 再也没有办法去报仇 再战一场 岁月漫长 从史前到现在 五疯子除了进明山大川 找史上最强大的几种妙术外 便一直闭关 越来越强 辟腻古今 事实上 灵异知道 听门中大能提及过 五疯子祖师 深入最可怕的明山大川间探寻时 曾遇到过史前一位 神话中的神话 在沉眠 结果 五疯子硬是出手了 血拼曾经冠绝一个时代的无上强者 嘴中成功击杀 血染山河 他沐浴至强血液洗礼 发狂而笑 震落无数星骸 当时 景象太恐怖了 可惜 那片明山大川被视为禁忌之地 无人踏足 外界 没有几人感应到 这若是传出去 足以喊动古今 为五疯子 在天一笔 无上神话战绩 所以 现在灵异听到曹德自称 黎达 他瞳孔收缩 对方这是在挑衅 在故意针对 当抽魂 焚天灯 滚过来 灵异直接用手点指 对楚风露出了冷裤